鸡精和胃精的区别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危害 我们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使用呢 今天我来用简短的时间给大家说明一下 鸡精和胃精都是提鲜的效果 但是我们会发现 两种调味品其实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人不建议使用鸡精和胃精 说是可能会致癌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鸡精和胃精 到底对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危害 那么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两种食材的成分 胃精是由小麦玉米大米中所含的淀粉成分 然后再通过糖化以及发酵形成的一种果胺酸 而且在制作胃精的时候还会加入适量的盐形成晶体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胃精 所以胃精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化工产品 而是纯天然粮食发酵出来的 很多人说胃精不能多吃 加热之后会产生致癌物 实际上对于胃精来说 加热半小时之后就失去了鲜味 所以胃精不能加热时间长 快出锅的时候撒一些即可 那么说完胃精我们再说一下鸡精 其实鸡精也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一个调味品 实际上鸡精就是胃精的升级版 它是在胃精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食品添加剂 比如加了鸡粉之类的食材 所以它的味道会更香一些 更好一些 从食品的属性来看 鸡精和胃精没什么区别 既不会产生油害物质 也不会产生致癌物质 这两者都是快要出锅的时候撒入菜里 但是这里注意一点 做凉拌菜的时候一定要放胃精 不要放鸡精 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吧 对于做菜当中的误区和一些不知道东西 可以评论告诉我 我来为你解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快快点赞转发给你的家人看吧